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蝦欣的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DSE 2018年Paper 2第21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說這個Figure 中的ABCD是一個梯形 With角度ABC等於角度BAD等於加度 即是這個角和這個角就是加度 E and F are points lying on ABOY 即是這兩點 E和 F 就在ABOY上 而到底發生甚麼事 E and F divided AB into Vehicle Packs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這段等於這段等於這段 它問你 Which of the foreign must be true 即是以下三個選項 究竟哪個是對的呢 事不宜遲 拿張單看紙出來再說 由於這個時間關係 科技很先進 按個按鈕 圖出回來 大家不用揭來揭去 我加工了一點點東西 首先我將這個直角三角形 游了橙色 另外還有第二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我游了黃色 題目曾經有說過 這三角的東西 A E E F 和 FBOY 是一樣長的 所以我叫它做A A 和 A 和 A 那麼長 所以其實如果你給我做 首當其衝 我自己 逐一擊破 首先我看了Option 1 嘩 很噁心 寫一個 Option 1 其實我現在看到 不如用一個 黃色的直角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 CBOY E 好了 三角形CBOY E 即是黃色的一個 我給黃色的Color 等你溫習的時候 比較方便 其實我會看到 Side Alpha 根據Side的Defination 那會是哪兩條邊相除呢 就會在黃色三角形 Side的Defination就是 將BC這條邊 over到CE 所以其實就是將BC over到CE 好了 之後我亦看另一個直角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 DAF DAF 即是誰呢 即是說 橙色那個 sorry 橙色那個 游給你 讓你方便溫習 根據Side Beta 的定義 其實就是哪一條邊相除哪一條邊 就會是將ADOT 即是這條 over到Def 所以就會是ADOT 就over到Def 我將它兩者就over 好嗎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Side Alpha over到Side Beta 其實會是甚麼來的呢 根據Side Alpha 便會是BC over CE 所以這裏我畫長一點 主份道線 上面就是Side Alpha 即是放這個 就是BC over到CE 至於下面 這個Side Beta 放Side Beta Side Beta 即是AD over到Def 你不難發現 如果你再做下去的情況下 即是Side Alpha overSide Beta 好 就等於甚麼呢 這個是一個怪獸份數 主份數線在這裏 所以將上面的份子照抄 即是BC照寫 over CE 將主份數線變成成 然後將下面拖出來反轉 即是Def在底下 ADOT落底 所以其實在這裏 你不難發現 如果將這兩個成的隔離 將Side Beta 乘過去 即是叉叉成 其實你會發現 就是CE 再乘以A 再乘以 Side Alpha 就等於 好了 BC 嘩,很噁心 BC 乘以Def 乘以Side Beta 而老老實實 我自己會覺得 喂 呃 現在綠色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東西 老老實實 他問你 你看到這個Pattern嗎 就是 A F 乘以Side Alpha 等於 B 乘以Side Beta 老老實實 我就會對回個位置 這個東西 呃 前面這個 CE乘以AB 其實會不會等於 A F 呢 我有保留 是吧 那這個 BC乘以Def 這個會不會等於 BE 老老實實 我也有保留 可以嗎 所以其實 即是意味著 第一個Option 都很大機會錯 即是拜拜 OK 好了 接著第二個Option 即是不敢說 它正確 所以其實 一定錯 即是說 它不是Must Be True 是吧 第二個Option 我亦會考慮 這個三角形 C Boy 2 即是黃色的三角形 我亦都描述給你 其實你看 第二個Option 其實它是Focus在哪裡 就是關於一些 CosAlpha和CosBeta 即是玩Cos 所以其實根據 definition 在黃色的直覺殺人 CosAlpha 其實會等於什麼呢 就會等於 將 這條邊 就是 A加A 即是2A 就over Ce 所以其實就會是 2A 就over Ce 當然 你將 Ce 乘到隔離 即是 Ce 乘以 cosAlpha 就會等於 2A OK 我們再留意一下 就是在橙色的三角形 叫做 DAF DAF 給你橙色 讓你方便溫輸 其實根據 cos的定義 cos β 根據cos β的定義 就會是哪條邊 除哪條邊 就會將這條邊 即A加A 就是2A 再over 這條 就是DF 所以就會是 2A over DF 將DF 整個隔離 即是DF cos β 就會等於 2A 即是 意味著 Ce cos Alpha 又叫做2A DF cos β 又叫做2A 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 就是 Ce cos Alpha 即是 DF cos Beta 即是 第2個選項 應該是正確的 可以嗎? 第一個錯 第二個是 Ce cos Alpha DF cos Beta 至於第3個選項 它在玩Tenget Alpha Tenget Beta 我便會考慮 現在這兩個直角三角 不過我不是很足夠位 不如我割開它在螢光幕的右手邊 繼續做下去 好了 如果你給我選擇選擇選擇 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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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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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TB又會等於什麼呢? 根據definition tangent 橙色三方形,就是把AD over 回這條 就是A加A,即是2A 所以其實就是AD over 2A 換言之,我現在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tanα,再overtanβ 會等於什麼呢? 主份數線繼續在這裡 上面是tanα,tanα就是bc over 2A 所以這個就是bc over 2A 而下面就是tanβ,tanβ就是ad over 2A 即是意味著tanα 就overtanβ,會等於什麼呢? 這個是主份數線,上面這個是分子 所以我們把分子照抄 因為這個是怪獸份數 處理怪獸份數就是把分子照抄 把主份數線便變成成 然後把分母下面拖出來做反轉 即是2A原生在底下上頂 反轉它,把AD原生在底下下頂 即是1A就是不用成 所以其實就是換言之 現在你能看到 tanα overtanβ 其實就是等於bc overAD 當然,最後終極了 交叉相成 所以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結論就是把AD成的旁邊 把AD由除變成成上去 即是AD乘以tanα 其實就等於把除變成成過去 就會是bc 再乘以tanβ 好,我覺得 即是整件事完成了 即是第三個合訊都對 正確答案應該是23 即是C 好,看看今天大家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給你們一個詳細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